有些記者想做一些訪問 可能可以上來 在這個訪問 在這裡 我們的回憶很簡單 就是表示自己的分別 亦都對於特區政府檢控的選擇性 選擇性檢控的和平的示威運動 在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我們表示不本 但我們就是絕對不會對 是不會因為他們這個選擇性的檢控 是否會以後呢 你覺得它是一種選擇性的檢控 其實你覺得是否應該很克制 我們當地表現是極度克制 我們再重申一次 我們所有人民力量當日的遊行隊 是仍然留在原本7.1當日的遊行路線上 而其實我們離開了 這個瓦仔修盾球場 我們集團入結之後 再去瓦仔修盾球場出發 警方去容許我們出發 但他們接著就不容許我們 繼續遊行去到終點 亦真是直撲直撲 然後就將我們運了在金鐘島 中國人口最開 而我們亦都沒有進行任何暴力的行動 反而其實我們是非常安靜和平地地地直撞 直到警方在無警告的情況下用這個暴力 包括這個瓦仔修盾球場 而我們亦都沒有反抗 最後我們在無反抗的情況下 是否認用一些非常之 我們那些無人道或是粗暴的暴力都拒負 所以我看不到這個我們是有任何的暴力 我們是表示極度的不滿 亦都對整個特區政府的選擇性和政治檢控 和平地示威的運動 特別是我們有兩位民選立法委員 和一位民選議員是表示極度的憤怒 我們絕對人民的兩個事件 是絕對不會看這些政治打敗 我們會繼續 因為他們很明顯的目的就是 在區議會選舉之後才進行檢控 希望民意降溫 亦都希望透過這個政治檢控 尤其是檢控我們頭面的人民 包括兩位民選的立法委員 希望嚇壞其他人民的事物 以後不再示威 大人民的兩個支持者 亦都我們會相信 在香港很多市民主的市民 會繼續配對派出來示威人民 你會有甚麼行動 接下來的行動有很多 首先今天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程序 我們怎樣繼續做一步去處理這個檢控 我們會有商討 但我們當然不會認罪 因為我們根本不覺得 我們自己有犯法的事件 到最後我們在上過程之後 會有甚麼表現或做法 我們會內部討論 但絕對我們不覺得我們有任何法 當然我們會有我們的法律 但嚴格來說不如這樣說 人民力量的成員 包括那四個組織 而真正的任務 這個組織的成員只有我們二十二位 而這十位檢控裡 有八位在側位 人民力量的側位有八位 另外兩位都是我們旗下的組織 一百三個組織 如果你問他們 我起碼相信超過一百個組織 是他們會認罪自己的任務 對於我們而言說 這個就沒有我們而言 雖然如果正式來説 其實人民力量的成員只有二個 就是周圍 但其中排位已經為今天被拿出來 是我們會認爲香港政府 特別經過區議會選舉之後 他們可能見到保安黨 或者建制派的大勝 我覺得可能民情 是可以令到他們進行政治變恐 所以這個就是我感覺到 新年他們即刻進行 不單止對我們支持 另外一些其他社會民主 都有檢控 也就是新年多犯 就是他們覺得這樣做 是不會對民主有任何事 所以我們其實極端是極多困難 都覺得 其實他們這樣做 只是不激起這麼大的民怨 所以我們警告有些政府 千萬不要用這些民主 經濟手段打落 你覺得其實香港好像 民主或是一個商店 絕對是覺得沒有它 尤其是你會見到 甚至一路爭取民主的民主牌 包括這個民主黨的賀俊 以及這個民主的蒲田姬 都參與一個小圈子選舉 還很認真地參加小圈子選舉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 很值得憂慮的方向 但是要這樣看不到 很多人都說 會有什麼 星期日發問初選 我們絕對會有行動 星期六他們進行公開辯論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行動 至於詳細的行動 具體的行動 我們今晚會有這個執委會 我們呼籲多些人去投票 支持馮檢基 全部給馮檢基 那些 很多人都說 現在香港的警察 這麼大不怕 都不知道你們怎樣 共產黨幕後 大哥 全部共產黨說 現在香港 是你們在睡著 在做夢 還未知 還有你們只有唐生唐人 那些電視台 死了 大家可以說了 我們到他 整天講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